不再多更需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5月3號 星期五為您播出的 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亞 最近大家都變成了 心理學家 因為許小新 這一齣八點檔大戲 不斷的創造新的話題 針對大姑被威脅 這個因檔來源的爭議 許小新說 林玉倫的太太 她是在搞不清楚狀況之下 然後才有這樣的一個猜想 所以她也不去怪她 林玉倫的太太 聽完之後發聲明來做回應 她說希望媒體不要偏聽 許委員的片面說辭 許小新昨天 她切割自己的先生跟婆婆說 你覺得我像劉燕里嗎 你覺得我像劉媽媽嗎 不過今天有一件事情 讓許小新顯然 好像是剪刀槍一樣 是于天的女婿陳健 昨天因為她 擔任詐騙集團 收水房的角色被逮捕 那小新今天的說法是說 她不會用政治攻防 去不合理的傷害于天 或者是她的家人 那小新到底是記性不太好呢 還是對自己不夠了解 過去她是最愛怎麼樣 最愛看一個小子 生一個小子 她最愛去連連看 而且都還連到了天邊去 這不是她自己嗎 還有台北市議員趙怡翔 昨天在新台灣家 我們節目獨家爆料說 許小新的老公劉燕里 她擔任過 這個理事長的 中華民國都市更新協會 然後她怎麼樣 中華民國都市更新協會 但是她專門挑的是在 松山信義區辦都更講座 兩個人幾乎可以說是 事業的生命共同體 那她質疑的是 跟建商之間 背後有沒有不正的利益輸送 那再來我們看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過年的時候 他就拿著一個春聯 那個春聯呢 寫著是龍年來疾 結果網友笑說 果然呢 來疾 來疾 被列被告了嘛 那麼三大案當中 金華城跟這個北市科 這兩個案子涉攤被列被告 台北市的都發局局長 證實說金華城案是柯文哲 專簽攪拌的 柯文哲面對質疑呢 今天的語氣是什麼 突然咳個不停 是不是似曾相識呢 農地變停車場的時候 有沒有也是這個樣子 柯文哲是不是南逃法王了呢 今後我們進一步來討論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桃園市議員 余北辰余將軍 各位好 大家好 好 歡迎有匿名爆料者的 網紅四叉貓 大家好 接著歡迎時視頻委員周韋航 大家好 好 周首編來介紹 知神梅田鍾年華 貴啊好 大家好 也是知神梅田王世綺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立委葉元支 貴啊好 大家好 稍後還有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簡舒培會加入討論 那我先請教晃哥 是這樣 因為許曉欣這幾天氣場 每天都會跟著新聞的時事內容 不一樣 呈現的氣氛就不太一樣對不對 有的密歡變樹懶的 然後到今天 他顯然他又覺得說 反攻的號角響起了有沒有 因為余天的女婿 在昨天晚上傳出說 她被逮捕了 主要是因為被警方起出有200多萬 出判她應該是詐騙集團的一個 收水頭的角色 也被收押禁見了 這件事情 曉欣今天在立法院講說 叫民進黨的標準 他們要不要去連連看 他也跟蔡英文有同台過 要不要說他們有勾結 難道要說余天之情嗎 余湘全有切割嗎 跟女婿之間有沒有金流 要不要檢料去查 是不是詐騙集團世家 余天是不是要請辭下台 哈囉余天現在早就沒有什麼公子在身了 你先check一下好不好 但是他講這一串有沒有 噢呦 噼哩啪啦 噼哩啪啦 為什麼 因為他顯然覺得說 你看余天家你們有這樣子比照嗎 去想想看 連連看始祖是誰 可是徐曉青他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他又恢復他連連看的功力 只是他今天是用一種比較反諷嘲諷的方式 但是他忽略了一句最重要的話 余天昨天第一時間反應是什麼 我最討厭詐騙集團 該關多久就關多久 才不會幫他請律師 徐曉青是怎麼對他家人的 我跟他們不熟 大姑結婚之後我就跟他沒有往來 後來被四超矛給戳破之後呢 又不斷的在改口 所以這個叫什麼 在法律上叫犯後態度 徐曉青的犯後態度不佳嘛 在硬拗嘛 那更何況請問徐曉青你是現任立法委員 你在2月1號之前叫台北市議員 請問余天沒當立委多久了 余天現在不過是一個新北市民耶 你是要叫他請辭新北市民嘛 那可以搬到桃園或搬到台北嘛 請辭新北市民嘛 而且就法律上來講 這一位這個詐騙集團這個車手頭 陳建就法律上來講 他跟余天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 因為他的太太就是余天的女 黨員建議說列為被告應該要停選 民眾黨一連兩場記者會 已經不信已經走了 已經不在了 而且是在兩年前的事情 對 所以他現在在法律上 他跟余天連姻親都不是 已經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徐曉鑫提供你一個建議 趕快離婚 離婚之後你跟劉佳就沒有關係了 要這麼狠就對了 如果可以他會 真的啊 你覺得從這三個禮拜來看起來 態度會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是早晚的事 因為以他這種二刀流切割的速度 因為他想到只有他自己 對 我覺得是早晚的事 因為等他 請注意 等他開始改口稱劉先生的時候 就差不多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把婆婆變成劉媽媽 接下來劉媽媽之後 劉媽媽的兒子叫劉先生 他現在叫劉彥黎 對 他直呼三個字 對 所以應該很快 所以我覺得徐曉鑫 我覺得這個人的危機處理方式 真的是 我覺得將來等這個事情告一段的時候 可以當作一個 政治公關危機處理的負面教材 因為他的跟我們學過的 所有SOP完全不一樣 通常正常的處理方式 是我第一時間把話講清楚 之後針對相關議題我就不講話了 讓大家慢慢淡忘 可是各位啊 我們今天到今天禮拜五 我們已經是第三週在討論許曉鑫了 對 這個人去歐洲 兩個禮拜回來還在許曉鑫 出國前回國 你把我們上完法文課之後 是什麼 Rosche VVS 上完這堂課之後 怎麼還在這裡 我覺得你應該去一年 也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議題可以討論三個禮拜 是因為當事人不斷給自己添彩火 當他發現這個火快滅的時候 哪一桶汽油趕快破一下 其實今天余天的事 他大可不必講話 沒有人會去問他余天的事 是他自己要講 他看起來長得像余天嗎 他好開心 對 是他自己要回答 是他自己想要利用這些事情 來轉移焦點 但是許曉鑫 我一直跟你善意的提醒過你好幾次 這件事情的本質很嚴重 因為詐騙是全民所痛恨的 再加上你以前那種連連看的功力 非常之高深 連到很多人都已經不知道你是怎麼連的 所以現在大家會用你以前檢驗別人的標準 同樣來檢驗你 而你想要利用余天的 好像剪刀槍一樣 以為這個扁維拉上來了 扁維拉上來了 所以你就想要拉余天 問題是余天的身分跟你完全不一樣 而且案情完全不同 我相信余天現在跟他這位前女婿 唯一的連結應該只有他的外孫 應該只剩下親情 因為畢竟這個是自己的小朋友 因為自己是外孫 唯一的連結應該是外孫 所以余天今天出來講說 我跟陳建真的已經很久沒聯絡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你看看大家反應什麼 大多數人會相信 因為已經可能已經兩年多 大概只剩下外孫是唯一的聯繫 好 那你徐曉欣你跟大家講說 你跟你大顧不熟 可是不對啊 吃火鍋你也按讚 選錢幫你辦活動 然後你說不熟 沒人會信嘛 就是說你說謊 也不要侮辱我們的智商好嗎 你可以騙我 但是請你尊重我的智商 想一個難一點的謊言來騙 你不要拿那麼簡單 就容易被戳破謊言來騙人 這真的很看不起我 所以我覺得徐曉欣 但是以他的個性 我覺得明天之後他會繼續講 會出別的招是不是 對 他反正只要能夠 沾上詐騙集團的編的議題 他都要出來發會一下 所以我覺得徐曉欣 其實因為你這個會期 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可是現在會期中不能換委員會 其實我覺得你現在 最適合去財政委員會 因為你對詐騙最了解 你應該去看一下經管會 去諮詢一下經管會 這個我這不是亂講的 你記得當年香港 成立連政公署的時候 第一批連政公署的調查員都是誰 都是以前貪污的警察 因為他們最清楚警察怎麼收黑錢 運作的SOP都了解 對 他知道警察怎麼收黑錢 怎麼規避稽查 所以徐曉欣你應該去財政委員會 去問一下經管會 指導一下經管會怎麼防詐騙 怎麼防殷親詐騙 這才是你的專業 因為徐曉欣每一天的劇情 都有添很多不同的柴火 所以這個網友也非常熱心 這個網友在trade上面 他就說徐曉欣目前 到底說了多少謊 他要試著整理 我覺得念完可能節目也過大半 不可能要做成捲軸 我先整理精華 來 一百萬不明金流 一開始說是借貸 後面說是贈語給婆婆 婆婆怎麼用 她不知道 說跟大姑沒聯繫 結果活動有找她化妝 四叉貓 壞壞 這是被你發現的 然後婆婆一屋三代 一開始說有幫婆婆處理利息 後來這邊幫婆婆丟出 跟富方專員通話 有那種感覺串貢的味道 完全沒有經過我們徐曉欣 不認識 說家裡很窮 三個人睡一坪的房間 後來發現說家裡根本就 還有地下室跟二樓 改口說是我個人的房間是一坪 然後說自己是早餐店女孩 是同班女孩 做早餐是窮過來的 但是發現有一堆 一堆的奢侈品之後 改口說我們早餐店日收2萬 媽媽的興趣是買精品包 他還問說是誰說早餐店都很窮的 這樣講完之後沒想到 他又出來講說那個LV包 是媽媽的朋友轉正的變三手包 你看裡面都已經脫皮跟發霉了 這個劇本高彎十八彎對不對 最後再連結到他今天看到余天的故事 他那麼樣的性高才烈 余將軍請教他 他今天可高興了 他今天說我這樣會不會太囂張 我已經控制我的表情了 可是我看他真的是很得意忘形 這張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張是徐曉星在知道了他的夫姐 還有夫姐夫杜楠 還有劉項杰涉嫌洗錢之後 他所講出的一連串 我講請問余天有沒有借給他的女婿100萬 沒有 絕對沒有 跟沒臉弱了 請問余天有沒有跟他說 我跟我這個女婿嚴格在講 我們沒有關係 他沒有說 他沒有去切 說我跟我這女婿其實在法律上也沒有關係 他沒有講 他是說可惡 非常可惡 該多重就判多重 他沒有去切割 再來就是說 余天有沒有說 沒有 其實我們家也很窮 一家人擠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沒有 沒有裝可憐 你所講的這是什麼一瓶名牌包 然後余天有去貸款 借他女婿去做詐騙嗎 也沒有 而且余天有沒有出示什麼錄音檔 說其實他的女兒是被他女婿修理的 然後是被家暴 人家都沒有人家只很清楚說 我覺得很可惡 很可恥 他內心是感到不好意思的 因為不管怎麼樣 他們曾經是他的女婿 現在在親情上 在法律上不是了 可是余天在親情上並沒有切割 他並沒有切割 徐曉星你在高興什麼 你是現任立委 余天是卸任的立委 完全不一樣 你認為可以比嗎 我告訴大家 我以前是裝甲旅旅長 我是少將 我現在退伍以後 我進營區 我跟那個魏冰講 你認不認識我 我要進去 人家會講說對不起 請辦會客 你不認識我 我是誰你不知道 請辦會客 叫你們旅長出來 人家不會理你 你不是現職就沒有那個權 沒有那個權 就不要用這種髒水往人家身上潑 余天就不是立委 即使他的女婿說我拿一張假的名片 跟警察說我是余天的誰誰誰 你認為警察會買單嗎 我們現在是現任的議員在桃園 我們可以去警察局針對選民的一些寄託 我們去關心去協助做選服 如果不是議員了 我到警察局去 你認為他會甩我嗎 所以我才講徐曉星 如果你要跟余天一樣 余天現在是卸任立委 你也卸任 如果今天徐曉星你不是立委 我們這一群人幹嘛討論你 你根本沒有公權力 你也沒有任何可以讓我們談的資格跟條件 因為你是立委 你是這麼高票當選的立委 我們當然要對投你票的人 我們要提出質疑 我們要對你在立法院的表現 提出質疑 我們要讓你在立法院當個有用的人 因為你領的是什麼 你領的是稅金 你怎麼可以領了國家的錢 去利用你的職權 利用你的身分 利用你開記者會的權利 都在講你自己家的事情 所以我才講 這一段時間大家對你的檢驗是這樣 但是我告訴大家 余天的事情 讓所有藍營精神一震 精神一震 本來我有觀察到其他友台 幾乎不談徐曉星的 跳跪人跪 當作沒這回事 現在不得了啦 現在 翻車了 翻車了 徐曉青鬧山給他吃下去 那我講徐曉青 請跟余天一樣 變成一個平常的百姓 在告訴我說你沒有權 你是一個非常非常樸實的一般百姓 如果你是立法委員 別跟我說樸實 如果你是立法委員 不要跟我說你沒有權利 不要跟我說你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因為你是現任的立法委員 你有絕對的權利 尤其是因為徐曉青 他不只是現任立法委員 他有話語權對不對 所以在這件事情的詮釋上面 他愛帶什麼風向 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大姑家發生什麼事情 大姑是被騙婚的 等等這些事情 我們都是從他嘴巴裡面聽到的 包括他也要講說 我跟你講 其實切割的防火線 就是有一個綠營的KOL 就是因為他 代壞整家人的那種味道 貓貓這個部分我請教 因為我們昨天聊到說林玉倫的太太 她也接受新台派李正浩 有一個電話訪問 訪問之後 巧欣就說 那個林太太 她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她可能會胡亂去猜想 我也不怪她 然後就講完了 就好像句點就 對啦 他們太太就是不在意 就變成形塑一個這樣子的氛圍對不對 那林太太就覺得 我不能吞下去 她發一個聲明 她說她為什麼會接受這輪節目的訪問 是因為她沒有辦法忍受許曉星委員 利用自己立委的身分獨佔話語權 然後再來的再傷害我先生 替他們家不管大姑娘 不管婆婆 甚至委任律師都這樣擦肢抹粉 所以她強調是 她希望媒體朋友 不要只聽單方面的說詞 也不願意整天聽到媒體 替她傳播她的謊言 可能有話 整理出來謊言 起碼有20條對不對 那貓貓的部分 你有匿名爆料者 你瞭解到的大概面向是什麼 我先從早上匿名的攝影師 來開始專輯 還有匿名攝影師傳給你照片 草新今天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對 看她早起拿著咖啡杯 然後來上班的表情 應該是有撿到槍 所以你看她是一早開心的來上班 關於林雲元太太的聲明 我們可以提到說 因為其實這一陣子 這三個禮拜就是我們可以唯一 對這個案情唯一的了解 就是徐曉欣 她這三個禮拜就是各種都只能聽她講 然後講了三個禮拜之後 林雲元太太真的忍不下去了 她就是包括講說 曉欣就是利用她的話語權 然後一直講 而且她還講得很嚴重 她講說請各位媒體不要再散播她的謊言了 然後她順便有提到說 許曉欣她就是前兩天說她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我覺得許曉欣講這句話不公道 因為明明林雲元的太太跟許曉欣的婆婆 其實一直有在討論那個案情 婆婆一直有在講說 那個羅律師有講怎麼樣怎麼樣 羅律師有講怎麼樣怎麼樣 都有講喔 只不過婆婆後來都把那個對話記錄都給她收回來了 但是都有被記住好不好 反講過必留下痕跡 雖然收回去了 現在收回去了 不過之前都有講過都有留下證據好不好 不是 如果她要就是去吐槽說 林太太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那為什麼曉欣一直出來講 所以許曉欣知道事情的全貌囉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她的話反而去推敲說 曉欣你知道多少 你有沒有涉入其中 所以她才有改說涉入 她沒有要實現 要判刑才要 判刑確定 對 而且他們其實有討論很多的 包括是這個是我還原的 對 這我還原的 她說時間是在4月12號 4月12號的時候 他們那個時候還很擔心 因為那個時候事件剛爆發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什麼 那個林玲倫的太太她就很擔心 她就很怕說她老公的名字會不會見報 然後所以她就說 我很怕那個我先生的名字被爆料 然後怕她就徐曉欣 很怕徐曉欣在記者會 或是在臉書上面亂寫什麼 所以她就是一個很擔憂 然後問婆婆 然後婆婆還給她保證說不會 她說保證 你老公的名字不會出現的 不會就曉欣不會報的 隔天呢 隔天12號 12號這12號 晚上9點講的 隔天早上記者會 徐曉欣直接就講說 那個有一位是綠營的KOL林姓先生 以前撲過講空頭像 上過新聞算是知名人物 也對啦沒有講本名 沒有講本名 可是講了那麼多 新聞一出來之後 大家就知道在講誰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林太太 林太太其實也很關心婆婆 那個時候就是對話記錄 就是她跟房仲貸款的對話記錄 出來的時候 她第一時間敲婆婆 跟婆婆講說 婆婆怎麼 剛剛我有看到新聞怎麼這樣 你的名字 你的本名出現在新聞上了 她很擔心 婆婆還看 不要擔心 這是我給巧心的 所以林太太是關心婆婆的 就婆婆給她保證說 放心 巧心 不會講你老公的全名 結果隔天就直接上 就被賣了 對 確實她沒有講本名 可是她講了那麼多線索 大家當然都找得到是誰 所以其實林太太為什麼 講出蛇蠍心腸 她就覺得我們的互動 你什麼都拜託我 去看守所 買菜送什麼物資都是我 結果我跟你當作是 我們是同一條船上的 結果她早就被踢下 新鮮鮭魚一片一片 切下裝好擺盤 對 我跟你講 婆婆她叮嚀得很細 她也包括說 她女兒什麼吃什麼不吃 不能吃甜的要吃辣的 怎麼樣都寫得很細 辣的要大辣 然後之類的 然後林太太就說好 我去準備 所以林太太一直以為 他們是同一艘船上的 你看一直被賣 所以才真的忍不住了 忍了那麼久才終於出來發生 好不好 好 韋航哥我要請教的部分 因為其實巧欣 在被賣掉的這一塊 林太太有很多她覺得說 我怎麼看到新聞之後 她真的有那種很嚴重 被出賣的感覺 比方像是我們昨天討論到的 這一個截圖 一丟出來 你是不是就馬上發現 這個是我特有的背景 我跟我先生的對話 我先生說借我放一下 有一個這個音檔 這個音檔其實就是說 劉相傑 就是劉女兒 劉大姑這邊轉過來的 我跟我先生的對話就是這些 不可能你跟你朋友的對話 也是這些吧 也是親貓殺 也是明天休假 不可能 但是這個東西之後 巧欣昨天有一個說辭 他說可能是劉相傑有錄音之後 傳給很多人 請問一下 就算傳給很多人 他會是這個背景嗎 他們的對話會是親貓殺嗎 不可能 所以巧欣自己 他根本就對不 他再怎麼聰明 他還有很多東西 是解釋不過去的 然後他就說 這個我們就不討論了 厲害 丟了就跑 對 這個許巧欣案 發展到現在 巧欣已經在挑戰 人類的正常智力了 就是明明就只有 單一管道的東西 林妻 林太太 就只有給劉媽媽 那許巧欣的說法 給他很精準 這朋友給的不是劉媽媽 所以顯然是劉媽媽給某朋友 某朋友給許巧欣 不得了 中間的這個朋友 剛剛年放哥還在講 會不會許巧欣的先生 已經變成台中留先生 接下來會不會是留性友人 不知道 因為現在辦禮婚超快 十分鐘就可以 夫妻合一沒有財產爭議 親乎正事務所 大姑這個姐夫 他會講說大姑婚後認識杜姓男子嗎 杜姓男子 對 他們這個切割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說他是松山系練巨人 德州練巨人 對 他已經充分履行了 我們網路上所說的 關於感情問題一律分手 他是關於法律問題一律離婚 所有人立刻剁除親戚關係 但小心 民事和形勢是兩回事 如果真的有形勢上面的責任 你這樣子弄 其實只是 檢調就坐在那邊看 特別是我要講07這部分 07已經被他弄了多久了 弄了兩週 人家現在終於忍不住 出來找媒體 希望給自己有一個講話 證明自己的空間 幫自己先生去釐清其中的脈絡 順便提醒你留家不要切割 但是 巧心以及幫巧心講話的媒體人 也在節目上直接講 政論節目不要幫07 散播他的言論 因為可能會對司法造成串供 所以07才會再發這個 你威脅我是不是 許曉星自己不敢講 找了一些媒體人來講這種話 當大家是笨蛋嗎 偵查不公開 那個是檢調單位本身 我一般人我要講什麼 我自己負我的法律責任 我都快被你搞倒了 你說你把人家搞下去 那還得了 所以從前面一路竄過來 巧心現在為什麼可以狗活 講白了就立法委員特權 每天站在立法院會有人拍他 連傅寬奇都要去蹭他 不管他叫傅寬奇還在Foo Chicken 他就是要去蹭巧心才會有聲量 所以徐巧心現在沉迷在自己的聲量中 他對於所有的問題 都不企圖去解釋清楚 那實際上他其實就講清楚 你那個東西那張圖到底哪裡來 這一個部分就結束了 那他不講清楚 林希就會持續丟 貓貓有很多 可能一時間看不完 等他看完再來跟大家報告 好 因為剛剛韋航哥有提到說 有媒體人就是上節目的時候 然後他有特別提到的內容是說 這個林太太如果她要說她有她老公的 比方說網路的帳密 Email帳號 大概都知情的話 她說柯林的冰車 然後叫林太太不要說太多 她說這是兩面刃 有一些威脅恐嚇林太太的意思 我告訴你 恐怕會是另外一邊收到信 或寄出信的人手中也有資料 意思就是告訴林太太說 你不要因為有了你老公的Email帳號 所以你就什麼東西都丟出來 我覺得有一些威脅的味道在裡面 是不是因為擔心 林太太會丟出更多資料 所以要先下手為強 就要先下手為強 然後所以這個媒體人 還特別警告這些政論節目的 諸多來賓們 如果把林太太的話當聖經 小心翻車 她隱含的意思就是林太太說謊 你們這些拿著林太太的話 來上節目的人 你們會翻車 她其實就是先恐嚇林太太 然後再恐嚇大家 意思就是林太是一個說謊者 林太拿出來的東西不可信 全部都是錯的 所以相對於林太的另外一邊 徐家人 徐家以及劉佳人 相對於這邊 他們都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這個媒體人 其實是在袒護劉佳人 袒護徐巧新 這個兩邊就已經 已經對證清清楚楚了 所以現在徐巧新的問題就是說 從我出國前的一把火 回國後變成燒成一片森林 我誰放的 巧新自己放的 因為就是用你設下來的標準 來檢驗你徐巧新 這也是為什麼阿苗說 用你的魔法來檢驗巧新魔法 結果檢驗出來變這樣 巧新今天心情好 笑得燦爛 但是如果用巧新的魔法 來檢驗于天家人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巧新今天是叫黃潔去解釋于天 黃潔跟于天是長得像 性別又不一樣好不好 然後又叫余天要解釋 陳健他的前女婿 對 所以黃潔跟陳健是很像 你這樣子連 黃潔連到余天再連到陳健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有一點誇張 你都說我只為我自己負責了 然後你又要別人為別人的別人負責 我只為我自己的事情負責 我長得像劉燕禮嗎 去問劉燕禮 我長得很像劉媽媽嗎 那你為什麼要叫黃潔回答于天 我這個問題為止想不清楚 所以當許巧新 為什麼會燒成一片森林 其實就是因為他不斷改口 你每改口一次 火就燒更旺一次 也就是說當他一開始說 如果我涉入我就要辭職 後來改成如果判刑 如果判刑的話我才要辭職 我告訴你還會有接下來第三步 第三步說如果我是主謀 我才要辭職 只要我不是主謀 我幹嘛辭職 有沒有 然後他的切割大法 當林性的綠營KOL出來的時候 他是綠營的 他都在網路上罵我 把打成綠營側翼1450 所以林太太你也是綠營1450 可是現在接下來是 那這樣子劉燕裡也是 綠營的1450 林 于倫跟劉燕裡 兩個人互相有 超麻糬的 所以劉燕裡也是1450 而劉燕裡現在在台中市政府的 研考會當主委 所以盧秀燕你小心 也是1450 也是綠的 所以按照許小新的這個 連連看 連連看以及切割大法 只要跟他不一樣的 通通都是1450 所以剛剛老師講的對 關於感情 一律建議分手 不要糾纏 不要拖泥帶水 離開路更寬 兩個願偶 謝謝大家來到 快成為兩對家偶 沒有錯 歡迎來到我們 你很亂點鴛鴦 今天晚上的新台灣 心靈雞湯獎 心理學小教室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叫我們不要講 既然不要講話 我就更想講了 對 因為有時候不能講 那我們來講那個記性紀錄 記性紀錄就問劉燕裡 在去年5月2號的時候 有沒有收到信 有沒有收到攻擊綠營的資料 劉燕裡在5月12號的時候 他有沒有回報說 我們會用這份資料 在5月22號的時候 還有沒有再回報說 我們明天早上開會 會用這份資料 最後在去年9月18號的時候 有沒有直接再度回報 他講說他是寫FYI 就是給供你參考 供你參考說 那個巧欣剛剛發文了 就是使用你的資料 對 這個都是有在紀錄上的 我就問說這個可不可以講 這個是公開 還是他們覺得說這個是謊言 可是巧欣針對你這個提問 他裝死 他說我講得像劉燕裡嗎 對 但是劉燕裡他們又不回應 你講了三個禮拜講得那麼開心 結果現在真的問到重點 還有問說他老公是不是網軍 是只有2017年那個時候當網軍 還是當到現在還是網軍 巧欣對自己的魔法就是 問到重點的時候 我就講別的 然後問到有問題 那個LV不是LV 就跳出來 就是說覺得自己有站著住腳 他就跳起來了 覺得怎麼這樣無法回答 然後就顧左右兒眼他 這個我知道你長得不像許巧欣 但是也言之 目前進展到這個部分 因為巧欣的事情 可以燒三個禮拜 你意不意外 驚不驚喜 對 驚不驚喜 真的三個禮拜 真的滿久的 我當然我有聽到那個07 他有call in 新台派 然後講了一些故事 對 我覺得那個故事 也都是滿精彩的 就是那個情節或什麼之類 如果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但是這麼精彩 可是就是再怎麼樣退一萬步 那就是他婆婆做的事情 就是他婆婆有沒有 比如說兩面手法 什麼跟07講說 你要聽我的 然後一步一步的 其實叫林玉倫去認罪 然後把林向傑變成無罪 劉向傑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這還是他婆婆的事 就是說許小欣 到底跟整個事情的連結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聽起來還是沒有什麼連結 就是說這個事情燒不到 許小欣的身上 那 那他講那麼多話幹嘛 因為他說林太太 不了解事情的全貌 那你許小欣 如果按照你的邏輯的話 他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每天在那邊講話 是講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記者去問許小欣 那許小欣他講話 就是喜歡把他講得很清楚 就是細節都講得很清楚 都被打臉整理成那麼 露露等的 你還搞不清楚嗎 而且他現在都說 他不是劉媽媽 他不是劉彥禮 對 有的他真的不知道 因為大家不要以為說 婆媳真的有那麼熟 他婆婆是住在屏東 那他不知道他憑什麼 嗆林太太說 你不知道全貌 所以你會這樣想 我也不怪你 所以許小欣知道全貌嗎 他這真的 我不知道許小欣掌握到訊息有多少 那也許就是剛好07 講的有些東西 許小欣是知道的 所以他就說你不知道全貌 但我覺得 那我問你 如果是你們家有一個狀況 然後就是像是這樣子 但是你是其中 那個許小欣的角色 你會幫忙丟那個音檔 然後去營造說 我們這邊是被欺負的 那些都是把人壞壞 你會幫忙做這個事情嗎 不要講我 周偉航他家如果發生這個狀況的話 如果是周偉航的話 看個性 因為許小欣他這個人 他就是比較什麼見人殺人 見佛殺佛 所以他無事不可以與人說 所以他就喜歡把事情講得非常的清楚 然後他那天為什麼會放音檔 他連他家擠瓶他都搞不清楚 我也是有多清楚 有 他知道擠瓶 他說這個包包結果背成那個包包 他到底搞得多清楚 他那天為什麼要播那個音檔 是最主要是要證明就是說 劉項潔之前其實還不錯 那是因為後來認識這個杜先生之後 才變這樣 然後有一些狀況 劉項潔是被杜先生逼的 所以他放那一段 不好意思再打斷你一下 因為詐騙在先 去年初就開始詐騙了 那個家庭詩盒是去年11月尾巴後面的事情 才被抓包說你怎麼跟別人talk說 I have dream about you 然後才 才老公才生氣了 才會弄一個偷情證據相本 對不對 詐騙 因為詐騙也許就是 杜先生跟劉項潔他們知道 但是徐曉欣並不清楚 然後徐曉欣的婆婆 應該也是不清楚 他們知道他們兩個頭痛分子 就借錢不還 跟婆婆借了1880萬 投資一家稀土公司 但他們全家不知道說 他們在搞詐騙 所以第一時間他們被抓的時候 就這兩個被抓的時候 他們嚇一跳就說原來是詐騙 所以這個徐曉欣其實是有解釋 然後有關於就是剛剛偉航講說 那個截圖到底怎麼來 徐曉欣也有解釋 就是說那是劉項潔朋友傳給他的 好 那我就 等一下你既然要特別解釋這一個的話 那我要請教你 那假設是這樣的話 這個背景是專屬背景 這個對話是專屬對話 這個東西我相信這是零七截的 因為這個應該就是零七跟零魚人的對話 對 零七是說這個截圖 他只有給婆婆 他說他要給婆婆 只有給婆婆 不是有給婆婆 是只有給婆婆 但是關鍵就婆婆有沒有給別人 如果婆婆給了很多人 然後曲曉欣又輾轉 從婆婆給的別人那邊傳過來 你現在要把斷點 設在婆婆身上就對了 不是 因為這兩個沒有矛盾 這種對話你不可能這種錄音檔 婆婆不會隨便在群組裡面亂發吧 其實他這個是一個影片檔 他這個是一個影片 截圖看起來是不一樣 你覺得婆婆會在群組裡面亂發嗎 因為小青也有傳給我 所以我有聽說 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徐曉欣 到底是從誰那邊拿來的 他說是從劉相捷的朋友 對 他說他是從一個友人 但零七說這個影片跟這個截圖 只有給婆婆 婆婆會叫你要搞剛 先給一個朋友 再給他自己的媳婦 先轉給葉元智 再轉給徐曉欣 其實徐曉欣沒說謊 那個友人叫蔣欣慈 婆婆已經變成友人了 蔣小姐 婆婆就是匿名的爆料者 沒有 沒有 這我要講一下 因為大家預設立場說 徐曉欣受到婆婆指使 所以去公佈這個錄音檔 才會覺得說好像婆婆先通過別人 再給徐曉欣 但不是 其實婆婆沒有叫徐曉欣做這個事 是徐曉欣的朋友 覺得說要幫劉相捷講一些話 把這個錄音檔傳給徐曉欣 請問一下你這個資訊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大家一直覺得不合理 我是把沒有不合理這個解釋給大家聽 我覺得這個狀況是講的過去的 是講的過去的 沒有 你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徐曉欣跟他婆婆之間 跟朋友一樣 對啊 這算簡單 婆婆就是朋友 所以我達到了劉媽媽這個朋友 所以他們沒有婆媳問題 因為婆婆跟媳婦像朋友一樣好 其實我有認識的選民 他的媳婦是婆婆 用朋友的身分把這個影片傳給了徐曉欣 我今天傳給你是朋友 不是你婆婆你要記得 那就不是他婆婆給的 其實我告訴你 我們今天對於劉相捷的認知 對於杜炳成的認知 對於林漁倫的認知 都是來自誰 在07沒有出來之前 全部都是來自徐曉欣 許曉欣告訴我們 杜炳節是一個糟糕的渣男 會打我大姑 而且逼婚我大姑 我大姑3月22號還拿到了家暴令 然後有一段影片是杜炳節 杜炳成來欺壓我大姑 這是誰講的 許曉欣 許曉欣講的 對不對 許曉欣還說 林漁倫是綠營的KOL 這也是許曉欣講的 結果許曉欣現在怎麼樣講 這些人我都不生事 我都不熟 我都很陌生 請問你要講這些話之前 如果你要爆料 你不用先去查清楚 然後你就來爆料 傷害一個人嗎 因為許曉欣今天07會出來 這兩天會指控他 這麼大動作的指控他是為什麼 因為從4月12號新聞爆料出來 許曉欣嚴然就成為 這個詐騙案的代言人 因為所有的當事人都不能講話 都是許曉欣在說 但這些講話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傷害了這涉案的其中一個人 是 就是林漁倫 所以林漁倫的太太 才會這麼大動作的出來講 可是許曉欣現在面對這一件事情 她都說什麼 包含那個影片是不是 她婆婆從這個07那邊拿的 07是不是有給她婆婆 她說我像是劉媽媽嗎 我不是劉媽媽 所以我不知道 那我要問你要發言之前 你不用去問問劉媽媽 而且這一件事情已經燒了這麼的大 不是 因為她後來有解釋 然後她就是簡單的給大家看 給你看 然後我們記者拍了 是很短暫的瞬間 那個瞬間找了一下 找到了那個moment 那個moment 她昨天就拿了一個這樣的截圖 這個截圖裡面有上文嗎 沒有 有上下文連結到那個檔案怎麼來的嗎 沒有 另外還有一個 她這個對話內容是說 林玉倫的妻子說 之前那1分41秒的影片 是我婆婆傳給我的 你什麼時候變成我婆婆的 還弄了一個笑臉那個插滴這樣子 然後對方還回說笑死 這個哪裡可以證明 這哪裡可以證明 她那個東西是從哪裡來 不是從哪裡來的 我的意思是說 許曉欣是這麼精明的一個人 這件事情已經燒到現在三個禮拜了 如果她真的想要負責把它查清楚 向社會說明白的話 需不需要去跟她婆婆 劉媽媽查清楚 需要吧 為什麼現在回應大家說 我不是劉媽媽 你不要問我 我不是劉彥玲 你不要問我 但是她卻可以從劉媽媽那邊 去拿到跟貸款 銀行貸款專員的對話 你不覺得這個邏輯就很矛盾嗎 你一方面可以從你婆婆那邊 拿到跟銀行專員的這個對話記錄 你卻不能從你婆婆 你卻否認你是從你婆婆那邊去拿到 劉相傑跟杜秉承的影片 這個對話 你不覺得這很矛盾嗎 差別在哪邊 差別在於婆婆已經答應說不會 不會幫你錄出之後 5個小時之後馬上公佈 對 是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事情不會說服大家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這麼多的矛盾的原因 是因為不合理 如果婆婆願意給我 這個跟銀行專員的對話 婆婆在握有劉相傑跟杜秉承的 這些對話 怎麼會不會直接給我 還要透過一個朋友 使這麼大人才給我 而且還只公佈部分 這個都不符合邏輯 可是我要覺得就是說 許巧欣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不要認為今天于天的前女婿 這個色詐之後 他就可以脫身 今天于天痛罵他的前女婿 而且你知道于天 是跟他現在的前女婿 是完全沒有姻親關係 是真的徹徹底底 沒有姻親關係 可是你看于天罵他女婿 罵得多難聽 要罵他不要臉 罵他可恥 罵他說這個應該要辦到底 可是許巧欣在這個案子裡面 你有聽過他罵過他大姑 任何一句話嗎 沒有 他甚至就是幫忙他婆婆 在這整件事情帶風向 要去傷害或者是去拯救他大姑 而去傷害一些其他涉案的人 所以我覺得許巧欣會讓人家覺得 他邪惡不是沒有道理的 好 來今天我們繼續從這一篇來開始看起 這個朗東當時是要講說 有沒有涉嫌匯權的疑慮 有一個十顆的雞蛋 還有送一碗 小青說送沙奇馬 可是你們是一起辦這一個活動 而且還特別感謝許巧欣議員 贊助發放沙奇馬 有這樣一個文宣 那這個文宣延伸出來是什麼問題 來 跨家 中華民國都市更新發展協會 那我先請教煌哥 這個協會我們幫他做了一個 比較清晰的脈絡 給大家來看 不好意思 我們不能叫做連連看 我們是脈絡比較清晰 樹狀圖 給大家來了解是什麼樣的 蜘蛛網的人脈關係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理事長 是劉彥禮 他承認 後來換了 換界 換界就是那個羅律師 不是羅律師 是羅律師 羅律師 他們的官方 他又是夫妻 然後辦活動 真的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我們辦活動 我們出去送禮物 來 太太來 沾個光 來賞個臉 就這樣一個脈絡之下 後來趙怡翔 他就在我們節目上講說 有人把他吹哨 說這個故事很奇怪的是 好 你們有這樣一個活動之後 然後發現中華民國都市更新發展協會 專門在哪裡游動 松信區 松山信義區是誰的選區 他的理事長夫人的選區 對 專門就在這裡活動 那是不是有哪邊怪怪的呢 有沒有可能就是建商這邊 走你們這個都市更新發展協會 然後有什麼利益輸送 是我們不曉得的呢 所以我請教 現在議員還是說領委 你們先生做一個都市更新發展協會 可以專門在你選區游動嗎 然後跟建商跟住戶 在做一些媒合的行為 雖然他解釋說是沒有 這就走銀行說 我們絕對沒有超代銀行的意思 我怎麼可能跟你說有 像這個一個情節的部分 晃哥會怎麼樣來看 大家想想看 假設這一位就是 即將變成台中劉先生的劉彥禮 他是上一任的理事長 因為現在理事長已經交接給羅律師 這位羅律師幫他補充一下 背景是怎樣 他跟劉彥禮其實是差不多 應該是同屆或上下屆 滿年輕的 那他曾經在前幾年 被台北市律師公會懲戒過 懲戒的理由是沒有利益迴避 跟他這次在案子裡面扮演的角色 懲戒理由是他當A公司的法務顧問 可是他跑去幫 這一間公司告的那個B公司 去當辯護律師 沒錯 他的角色跟這一次 在洗錢案的辯護角色有點像 好 我們先假設一下 假設這個劉彥禮 他是民進黨任何一位 女性政治人物的先生 你覺得許曉欣今天會怎麼說 大家想像一下那個畫面 某某某先生 為什麼在你的選區辦都更說明會 你是說要利用議員的職權 施壓市政府 利益迴避 對不對 連連看 過去其實好像習慣 好 請注意 都市更新協會 他不是學會 如果是學會的話 就比較是學術性研討 他不接觸商業 但是協會是會的 好 照理說他叫中華民國都市更新協會 那活動範圍應該是全中華民國 對 包含中國大陸地區 對 因為國民黨邏輯 國民黨邏輯 對 包含中國大陸地區 好 可是他們的活動 絕大多數 幾乎都在松信 就很奇怪 松山信義區的確是有一些 老建築物需要都更 這是事實 但是台北市松信區 並不是最需要都更的地方 最需要都更的地方 應該是在大同區 因為大同區的老舊社區更多 那你應該到大同區去辦 如果你真的是為了要都更的話 其實你辦協會要都更 我也沒意見 但是這裡面有個問題 這裡面有一個瓜田理下 跟利益迴避的問題 怎麼說呢 因為許曉欣是松信選區的議員 他的先生是上一屆的理事長 而這一屆理事長盧律師 其實跟他們家關係 我認為應該是很好 因為案子都他們辯護的 然後又同一個協會 所以關係很好 那你在許曉欣的選區裡面 辦都更的說明會 然後這個協會背後 其他的成員裡面 有建商 有營造商 也就是說這個協會 基本上它是可以一條龍 套裝四足 對 就我來幫你辦說明會 先接觸住戶 對 這其實有點像 建商的都更說明會那種感覺 先接觸住戶 發現住戶有意願之後 試掉發現可行 好 開始推 推完之後 假設大家都同意了 建商就進來了 中間有什麼法律上困難 沒關係 我們有巧心 我們回去再講 這有沒有像一條龍的服務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證據 這裡面有任何的利益 利益掛鉤 可是這個有沒有瓜田裡下 這是一個民意代表該做的事情嗎 我只問許小新跟曾經投票給許小新的人 你們覺得這是一個民意代表該做的事情嗎 連最基本的避嫌都不知道 而這個關係圖剛剛跪了給我們看已經很清楚了嘛 這是上一屆理事長劉遠裡 許小新的先生 這個是羅盛德現任理事長 他是許小新解決案子的辯護律師 然後呢 他裡面的常務理事有哪些人 中華民國都市更新協會發展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這個叫韋純佑 國民黨新媒體部的主任 欸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新媒體部 新媒體部的主任 新媒體部幹什麼 就是網軍嘛 嗯 那劉遠裡 以前也是網軍嘛 現在是不是 無話問號嘛 對不對 所以兩個網軍跟很善用網路的許小新 然後呢 跟這個律師成立一個協會 然後在鬆信區辦都更說明會 那你覺得這個協會到底是在幹什麼的 那他們跟許小新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有沒有可能是 他們也許並不是真的要辦都更 也許只是一個掩護而已 而事實上是在做網軍的工作呢 要不然為什麼 這個協會的理事長 因為劉彥裡的學經歷裡面 其實跟都更並沒有 沒有關聯性 沒有關聯 他大學讀的是財稅嘛 那他跟都更照理說沒有任何關係 他的強項其實就是網路大數據 對啊 然後他現在在台中市做研考會主委 也跟都更也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我請問盧秀燕 公務員 他現在是你的一級主管 參加都更協會沒有問題 很多我知道有些政務官也會參加某某協會 但是如果這個協會 有涉及到都更的實務操作的時候 盧秀燕你要不要出來清理一下門戶 因為他進入到都更實際操作的時候 就會有錢 就會有利益 盧秀燕你要不要出來清理一下門戶 搞清楚這個協會到底在幹什麼 我不相信有一個協會那麼熱心 到處去跟人家講都更的好處 那請問 都更的好處是 不但可以住得安心 也不失為穩健可靠的理財方式 對 那好 請問 你告訴別人都更的好處 那請問你們協會有什麼好處 對啊 你不是慈善團體 你不是 你不是在做公眾 對 那你告訴這些住戶都更的好處之後 那你自己有什麼好處 那這些住戶會不會講 這個劉理事長 那你跟我講都更那麼好處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處理一下 這個後面的利益關係 利益糾葛是不是就出現了 而一個政務官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嗎 雖然他現在已經不是理事長 但是他還是不是這個協會的人 他還是理事啊 對 他不是理事長 還是理事 還是這個協會的人嘛 所以這個問題牽涉 除了許曉欣個人沒有利益迴避之外 盧秀燕市長 聽說今天早上記者在問你的時候 你說我另有行程 匆匆上車 那明天記者繼續問這一題 你覺得劉遠禮這樣子 適不適當 要不要請他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還是你要主動清理門戶呢 將軍那我有疑問 因為他們是夫妻兩 夫妻兩 很厲害喔 我這邊做民意代表 然後我就去這個現場 我也扮演一個角色 可是我先生背後的那一個 都市更新發展協會 我們會做多少 其實據說 據說 吉他的利益沒這麼空 不會寫一個DM DM如果是有寫 不會把許曉欣寫上去 這個你比較可愛 寫出來之後 被朗東先抓到 然後後來吹哨哲 就是有這個心事 就去跟趙怡翔表達說 他發現這個脈絡的問題了 所以你們太太在做什麼 你們太太可以去做 說來來來 你們買都更 我都來幫你們找三天做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個專屬的 一條龍的服務 為什麼用都更協會 我想了一下 唯一可以讓人來理解就是 用都更揪人來比較快 因為跟自身權益有關 如果我們今天是一個慈善協會 是一個愛貓協會 那不養貓就不會來 愛狗協會 那不養狗就不會來 都更協會這一區 所有可能被列入都更的人都會來 都會來 那來有什麼用 來有什麼用 裡面有一個市議員 有一個市議員 你們有什麼不滿跟我講 他不見得是幫你都更 可能是用這個理由 揪人來他的協會關心 你們如果不想都更 或者你們抗拒都更 盡量跟我們講 我們協會有個市議員 可以幫你們去講話 那這人就來 來了就趁機造勢 造勢之後就支持許小新 他的票就更穩固 其實都更我覺得根本是一間幌子 不然一去查就知道了 他這個都更協會曾經促成哪一件都更案 沒有 沒有 就是為了揪人 就是為了揪人 第二個 協會的金額哪裡來 你的金額哪裡來 有沒有申請一筆公部門的錢 協會是可以申請公部門的錢 你這個中華民國的都更協會 有沒有申請台北市的補助 如果沒有申請補助 那請問你的資金哪裡來 是建設公司給嗎 還是律師給 還是旅監事大家捐 我覺得這都是問題 然後你這些協會 據我所知 一般的六都的協會要40個人左右 如果是全國性的協會人要更多 你的會員有沒有交會費 交會費是哪一些人 會費的支出你們的完成的案件有幾項 你任何協會你要有成效 不然隔年社會局不會同意 你繼續存在嗎 那你這個都更協會 你做了幾件都更協調案 或是你做了幾件跟台北市 或者中華民國推展都更有利的方式 如果沒有就假協會了 就是假協會 就是為了揪人 幫許咬新造勢 然後所成立一個協會 所以協會的理事長是他先生 這一點都不用懷疑 他成立協會的目的不是都更 只是就都更造成民眾心中的恐懼 來聽你這個協會講話 加入我的會員 然後事實上是幫許小新 鞏固他的政治實力 你這樣說看起來是比較簡單 比較單純 但是我們不曉得背後有沒有什麼公司 其實跟房地產有關的 你幫我撒 撒之後有什麼沒有 我們這也不知道這塊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懷疑的空間 蘇培要來補充 其實許小新的先生 組成這個中華民國 他是全國性的社團法人 對 他不是台北市設立的 全國性的社團法人成立之後 然後專門來做松山信義 這就不合理 如果真的是我要做全台灣的都根 或者是全台灣的維老 各縣市的維老的話 我現在要進駐到花蓮去了 對啊 現在花蓮最需要 新北也有 新北很多維老也都要再做 為什麼沒去 為什麼只有在信義 顯見的這件事情 其實跟許小新息息息相關 那這息息相關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關心都根 藉由都根的方式 去跟里長合辦 然後揪人來 理所當然我不用成立協會 我都可以辦 因為我們自己台北市的都根處 就願意到這個每個里 去幫忙做這一件事情 但用協會成立 這就不一樣 因為協會辦活動 可不可以募款 可以 但政治人物選完之後 可不可以募款 不行 所以有這個協會來募款 來幫許小新 這一減二股 一面可以收捐款 一方面又可以辦活動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其實許小新要講清楚 溫朗東爆料的一個最重要的觀點 其實在第三點 就是他那一天辦的活動 到底有沒有詐騙集團的捐款 到了這個協會裡面 去成就這個活動 許小新到現在都沒說 他都不敢說這事 因為溫朗東其實是在臉書 而且這一件事情爆料已經將近一個禮拜了 拜他爆料到現在已經拜五了 許小新完全沒有回應 我要問的是你去年的中秋節的這個活動 到底有沒有詐騙集團的資金金流 進到這個協會去協助你辦活動 而且那個活動只有許小新 你一個人參加 然後你的先生剛好又是這個協會 是過去的理事長 是現任的理事 對這個協會其實的運運的運作 其實是有能夠決策的 許小新怎麼敢說 如果這一件事情是發生在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民意代表身上 你像不像許小新 你把你電到進去 對啊 當然 你許小新到現在你都不敢講 如果這一件事情 好 發生在民進黨 比如說今天余天身上好了 都已經卸任了 是余天曾經擔任過理事長 或余天的家人 有擔任過理事長的 許小新絕對不會情情放下 不只販毒跟協會 這個那個四朝貓還爆料啊 對不對 說這個林俞倫 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還把資料給劉彥禮 讓劉彥禮給許小新 去打綠打小組 欸 演考會主委 居然變成打綠的側翼 這不是很奇怪嗎 為什麼說演考會 應該要很忙的 再補充一件事情 陳時中在選舉的時候 許小新公佈了一個資料 公佈了陳時中辦公室的座位 那個座位表 大家都非常訝異對不對 因為那個是一個密閉 因為陳時中那一次的競選總部 其實不是開放式的 所以他那個辦公大樓 是有門卡管制才能夠進去的 所以到底是誰拍到那樣子的照片 我不知道視差嗎 有沒有掌握到 這個照片是不是也是來自李宇倫 因為許國勇前部長跟我說 當時林餘倫曾經進過辦公室 所以如果林餘倫跟劉項裡的關係 這麼的密切 所以許小新所拿到的資料 是不是也是來自林餘倫 那如果是林餘倫提供資料給劉項裡 讓許小新打局綠營 不是最近這一兩 他不是說我這輩子 從來不認識這個人 我請問一下 第一次拿資料 講到那個論文的時候 然後你說第二次 又有那個座位表 對 座位表是在跟之前 應該是陳時中選 都是從他老公的那邊來 老公 你這個資料怎麼這麼厲害 我跟你講那同一個人 他又給我第二份 不會這樣嗎 他不查證這個來的人是誰嗎 而且那有可能是造假 因為那個座位表那一件事情 如果你沒有很確認 因為陳時中馬上就可以打臉你 我們就根本沒有這個人 我們的對話就不是這樣子 很容易就被打臉 你一定是非常精確的爆料者 爆料給你 你才會用 所以你如果沒有 不知道說是誰 是不是曾經經過陳時中 辦公室拍了這張照片 我告訴你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都不敢打 因為一下臉就腫了 所以徐曉鑫是絕對要問清楚的 那林餘倫如果真的是 如徐國勇前部長所說的 是林餘倫曾經經經過辦公室 拍了照片給劉項李 劉項李再轉給徐曉鑫 徐曉鑫憑什麼說他不認識林餘倫 從上一次市長選舉 就已經提供資料給他 打綠的人 居然可以這樣子就被他切割 我覺得徐曉鑫真的是 太誇張了 我想補充一下 我們網友一直有一個疑問 因為徐曉鑫他有提到說 因為他說他不認識 可是他有很多爆料資訊都是 綠營內鬥後匿名給他的 我們就想說 既然是匿名給的話 你怎麼知道是來自綠營 很好奇 對啊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至少他老公就收過 就收過好幾次了 老公給他算不算匿名 還有綠營匿名的話 你怎麼知道是來自綠營 說是國民黨他只是不想出名 所以丟給你 然後結果你就說這是綠營內鬥 所以我們網友都很好奇 但是巧思沒有要回應這件事就對了 所以他老公就是綠營的 側翼1450 不是 貓貓你要辛苦一點 你那個匿名的爆料來源 他的資料你要再去嚴格的做比對 是不是不只這一次 那個5月2號記的那一封信 是講論文對不對 後來不是如實的在9月18號說 要開記者會了嗎 會長什麼樣子 其他的剛剛講的一個座位表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就像你剛剛講的 他那個資料是從什麼 綠營的 那個部分來的匿名爆料 是不是同一個人 那個人給他整個島 對 這都是我們現在很想知道的 好我晚上就通靈一下 這個要麻煩你 那源氏 剛剛我們講那個都更發展協會的 那個利益糾葛的部分 所以你覺得這樣的組合 太太是議員 現在是立委 然後先生在弄這個 而且專門在鬆信區弄 是合理的嗎 第一我只能用徐曉欣的說法 因為那個事情太細了 不是 你要回答說 我長得像徐曉欣嗎 但他有解釋 當然可能他沒有聽到 所以我只能引用他的說法 他的說法就是說 那個協會他是專門去做公益的 就做公益 就是說去告訴民眾 如果你未來要跟建商 去談那種合建的時候 你要注意哪些自己的權益 這是他們的說法 所以他並不是那個協會 弄出來是要搞什麼利益糾葛 去搞錢的不是 可是議員也可以去辦 為什麼一定要成立一個協會 做公益的話應該送沙子水泥鋼筋 怎麼會送 怎麼會送沙奇馬柚子跟雞蛋 一件一件來好不好 我現在不是在諸葛亮舌戰群爐 好不好 一件一件來 我們知道你不是徐曉欣 然後第二就是 你說這個 就是說議員的家人 他成立一個協會 然後那個協會是專注在 那個議員選區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以 因為民進黨其實也很多議員 立委也有協會 之前跟我競選過的那個某立委 他就有一個協會 那他是不是成立蘇培獎的 也有去募款 然後自己拿來做選舉之用 很多人都在一樣的事情 都可以被質疑 所以這個是很普遍的狀況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個人沒有協會我先澄清 沒有 原因是說因為小新有 所以綠營這邊也都合理了 不合理 但是綠營也要搭 因為他沒有什麼違法 他就是 因為我就說這是很普遍的狀況 就是說弄一個協會 然後可能這個協會裡面 有一些志工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在這個選區 特別關注這個選區的事情 其實蠻多政治人物 都是這樣子做的 另外就是 剛剛還有問什麼問題 他為什麼要送這麼多禮物 他是出於一個佛心來的 然後還送禮物 可能是不是覺得 一方面推銷那個東西 是都跟婦 不過我剛剛的那個問題 沒有回答 因為如果只是要辦都跟說明 任何一個議員 都可以找都跟處的官員去辦 不需要成立協會 這跟你要需要一個協會 去辦弱勢團體做什麼事情 那是零回事 都跟就是我把法令說清楚 我用如你所說的 他又不是什麼去圈地 或者是什麼沒做這件事情 他就直接找就好了 我下一個條子 里長跟我一起合辦 我們都可以找去 為什麼他要特別成立一個協會 這是讓人家覺得匪夷所思的 因為這個工作就是議員的工作 協調民眾了解都跟的法律 跟現在所有的程序 這是我們常見的選民服務 為什麼要搭費周章 這是他老公 還有一些其他人 不是他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為什麼要搭費周章 請他老公去成立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就做這件事情 不是他 你就硬要說是他找他老公 他老公 也就是曉鑫這位民意代表 立臨現場來告訴大家 因為曉鑫的意思 今天的講法是說 因為有選民的需求 選民的陳情 選民希望做都跟 所以就是說 你切不開許曉鑫 跟這個協會之間的關係 不能說是 那是台中劉先生弄的 可能有協會力量比較大 因為議員要忙的事情比較多 都跟協會如果沒有議員 找不到官員出席 沒錯 我告訴你那一定是 議員說這個協會要 但是協會 拜託一起出席 不然我直接用議員辦公室 就可以達到這個命令 如果單純只是中華民國 什麼都跟協會 我跟你說他要請官員去 官員一定跟他講說 我們很忙沒有辦法 所以這絕對不對 這個協會絕對跟許曉鑫 是息息相關的 我舉一個對照組就好了 王美花是不是卸任之後 要到星光金去當讀董 然後他的先生顧力雄 要接國防部長 當時國民黨立委 葉元支的同事 王鴻威怎麼說的 因為國防部的軍人的優惠存款 跟星光金有簽約 所以這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嗎 這是王鴻威問的 請問顧力雄還沒當國防部長 而國防部的薪水轉帳 這個是早在前幾任部長就簽了 顧力雄根本不知道 然後這個時候 你國民黨立委都可以出來 扯利益迴避 所以同樣的標準 我請問一下王大委員 那許曉鑫跟他先生這個 這難道沒有利益迴避的問題嗎 這時候你不要跟我講 那個就是台中劉先生 跟我無關 他出了我們家門之後 所有行為與我無關 如果徐曉鑫你敢這樣講的話 我也是笑笑 好 來 韋航哥補充 我補充一下 這個協會 他其實是盤來的 盤來的 是盤來的 109年的時候 整批人換掉 變成他們這一票人進來 然後劉燕李 名稱一樣嗎 就是名稱一樣 名稱一樣 地址一樣 李堅事換掉 就李堅事換掉 整批換掉 整批換掉 109年為什麼要去盤這一個 那許曉鑫是2018年 當選事業 109年2020年 先生把這一個盤下來了 是不是有志於此 大展宏圖 不知道 因為這個協會 我去查他們過去是要幫助 真的是在他們所在地的 就是在前任會長的時候 前任會長 好像現在還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幫一個在地 很大的一個松德那邊 就虎林街那一帶 有一個很大的區塊 要一次做都更的 他們原來是做這一個 但是徐曉鑫 我們所看到這樣的活動 顯然就是跟他變得 先生有一個協會 搭配徐曉鑫 到他可能莊金路 什麼其他地方 比如說就是我們一般 男性裔那一點 可能比較老舊一點的公寓 但還可以住 這個賣相也都不錯的地區 是不是把原來的性質轉變 去服應他們夫妻 現在雖然可能已經是 友人關係了 但是服應他們夫妻 原本的一些規劃 人生的規劃 或什麼規劃 我們不知道 也許真的是利益眾生 我就出來做功德了不行嗎 是可以 如果生意都失敗 就做功德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當然他現在說 協會是協會 跟我無關 我們松山新義煉巨人 當然是可以切得開 不過回歸我們一般的常識 我們會覺得說 看起來就是搭配叫組合計 組合計 組合在起來就有說服力 所以我個人認為 許曉鑫當然他可以把這個 推得一乾二淨 但他在這邊做過的事情 其實不只我們在外面看 我們也是去問了才會 過去有這樣的故事 在地的人心裡會有想法 你跟我們草沒有用 你要面對的是在地的那些選民 我再補充一個點 就是說許曉鑫在當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他連議員服務處都沒有設 然後你現在跟我說 我就是熱心公益 我沒有服務處 我弄一個協會 我弄一個協會來服務 雙性地區的選民 你想騙誰 笑死人了 好 許曉鑫扯通扯西 講到一件事情 貓貓也有扮演一個壞壞的角色 就是去圖書館的有沒有 就是說他本來以為說 這個IP是國發會的 公務員當網軍 結果一真相出爐之後 又翻車了 居然是有果農 然後去社頭的 相公書的圖書館 去上網當鍵盤俠 然後他就扯到說 那個賴品瑜 我這不像賴品瑜 說我不想成為自己討厭的那個人 講得好像很高尚 賴品瑜覺得沒事又扯到我幹嘛 他去回想他發生的事情 賴品瑜是什麼狀況 他是某一個人專門針對他 而且都是那種不堪入目的 那種話 言語的性騷擾 性羞辱 因為我們不能原文照燈 所以我們大概只能用 從性騷擾跟性羞辱 去了解說他這個言辭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後來因為長期長達半年之間 已經講到都讓他覺得他的人生安全有疑慮了 所以他才去提告的 最後這個人 這位老兄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他被發現狀況就是他罵賴品瑜說什麼 只會cosplay 逼逼逼逼 然後又有點唸不出來 只能逼過去 臭逼逼逼 然後什麼呢 反正anyway 都是難聽的 最後這個人 你如果就是就算你要去告對方公然侮辱 肥謗什麼的 有時候是告不成的 這個是告成的 而且那位老兄居然說 那些字是我打的嗎 我不記得了 很狡猾 最後法官認為說你就是說白菜了 公然侮辱罪 處居易50天並沒收電腦 那小新說 我這次沒有提告 是因為我不想成為自己討厭的那個樣子 而且我也不像賴品瑜那樣 讓警察去搜查其他人的電腦 說得過去嗎 我跟你講 小新其實今天就各種 這兩天就各種拉人救援 包括那個余天 包括那個賴品瑜 包括那個黃潔 但是關於賴品瑜這件事 我想因為事情是有點久 我想幫他回憶一下 這位網友 他其實最早是在2022年的2月份 然後開始發說賴品瑜 不過是個破X 然後就是開始罵 從這一篇開始以後 你還去幫他編年表 發現這是第一篇是不是 對 這是第一篇 從2022年的2月25號 這是第一篇 然後從這一篇開始以後 我們就看目錄就好 內容就不要看 因為真的都很難聽 然後標題就很難聽了 你看剛剛製作單位 都幫我打上馬賽克 破X 然後又繼續 他是長期而且多篇 而且還有罵到我 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你看這個4X貓 這個綠色XX支持什麼 就講也有罵到我 他要罵我 我能夠說發一篇公文 他說今天下班時間 把這個人叫出來嗎 沒有 他這位網友就是罵了半年之後 然後賴平真的受不了 然後他才去你看 這是判決書 判決書資料公開的 他講說這是 2022年的8月4號 整整過了半年 賴平忍了半年之後才報案 然後找到搜手票 我們看看裡面想說 他這個空閒時間就搜尋賴平 他也沒有電腦沒有搜尋紀錄 就是空閒時間就搜尋一下賴平 找到賴平就罵 找到賴平相關資料就罵 找到賴平相關資料 你看一堆都是搜尋賴平的 那已經有點病態的追蹤狂了 我真的覺得真的有點病態 他就是空閒時間就搜尋一下 賴平有沒有發新的文章 然後有發新文章就罵他一下 我有查到一下 他是民眾黨的 他是民眾黨的 有沒有看到他是民眾黨的 他在民眾講團社團裡面有發文 然後我順便再補充一下 因為判決書出來 我們可以查到很多資料 這位網友他在2015年的時候 在台北市議員秦慧珠的粉絲團下面 也有罵一句很難聽的話 因為太難聽了 所以製作單位把整句都麻掉了 因為真的太難聽了 有上新聞 秦慧珠也有告他 你看有上新聞 網友公然侮辱起訴 所以秦慧珠也是有 所以不要說什麼綠的都怎麼樣 你們藍的 同一個人 也是罵得那麼難聽 然後也起訴 好 剛剛他長期半年 罵得很難聽 從標題罵到內容 那我們看看這位果農 他講了什麼話 他就罵了四句 就真的就只有這四句跟賴皮 不是跟徐曉青有關 就是什麼 用一間價值1000萬的房子 代額1450萬 是挖錢嗎 然後他這四句真的比較難聽的 就是叫他徐爾新 這個大概就是他罵得最難貼 就是說徐爾新 這樣就告 不是告 這個六個小時就抓到人 就去搜索他 去搜尋他 然後這監視器 到底是誰 坐在那個電腦前面 在那邊搭搭搭 對 王鴻威還發公文說 下班時間要找到這個人 六個小時找到 然後奈平這是六個月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就可以知道藍綠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我後來有聯繫上果農 因為我的很多粉絲說 果農被欺負 被一個大立委欺負 很想捧場他的水果 他有回一封信給我想順便講一下 他講說他主要是種植芭蠟的 然後他主要是交貨給苗栗來的商辦 然後其他就剩下就是零售給親友了 然後現在產期差不多結束了 然後過幾天再一次 接下來就要等八月再種 然後他說他是一個愛台灣的人 然後支持台灣人可以對抗中共 而且他最討厭惡毒的認知作戰 然後他說八卦版看到很多 對台灣的污蔑打壓 他覺得很郁曼也很氣 大概是這樣 他可不可以請他去教柯文哲種芭蠟 那種死了嗎 請他去教一下 他還有提到一件事 他說他可以 如果對那個種植有興趣的人 有興趣他可以種你那個苗 對 他可以種苗 可以跟你分享那個種植經驗 柯文哲多來了一個來源 連那個綠苗都不用買了 過年許願是不能夠亂許願的 我們要先從一個 大家有沒有get到這個梗 柯文哲在過年的時候手上拿什麼 龍年萊吉 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他原意應該是 龍年萊吉祥 萊吉利 對 可是萊吉 網路用語就是告 那因為他現在好幾個案子 其中金華城跟北市科的部分 已經被列備告了 那今天他有出現在立法院 那我們也要問問看說 柯文哲那現在事情不明 主席啊 你自己的這個要怎麼幫自己說 說明做解釋呢 那另外一個是包括那個NCC的人士 跟總統有沒有談到這個部分 柯文哲第一時間講 他也是講跟總統府的話語是一致的 沒想到隔天竟然翻共 又不一樣了 那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聽柯文哲怎麼說 理論上你知道 我們駿總統府跟總統交談 不應該講太多細節 這個 這個是這樣 因為當天就有興趣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 這個是這樣 因為當天就有興趣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 這個 蔡英文總統是有講到NCC的人士 沒有表情 這樣 我覺得我被網友截圖 好 不管 但是你看旁邊國昌的表情是什麼 將軍可以幫我模仿一下嗎 超動耶 沒有 你的下水層沒有 突出來就這樣 沒有辦法 你也要模仿是不是 不是 身體構造不同 不太好學 不會動 就是呢 想笑又不能笑太明顯的那種表情 強忍住笑流 還是晃哥你要模仿 很難 因為我是金城武 不是木村豆淘汰 他心電金城武的辦法 對 模仿木村 沒有辦法模仿木村 那文山智林可以模仿嗎 開玩笑 很難 會破壞心笑 但是我覺得那個笑就是很開心 很奉承 然後對 真的嗎 開心到抖動 不是啊 他要奉承什麼 他現在其實 他旁邊是柯主席 而且旁邊沒有黃珊珊 可是我覺得他的笑 不是開心的笑 我覺得他是在想說 柯文哲主席 昨天講那樣 今天有坐在你旁邊 還不是要乖乖的就範 可能那把蔥 就是這樣子 他手上的蔥 拿根蔥 你看柯文哲 柯文哲凹得多兇 對 這個 這個 我跟你講 突然彈都卡上來了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這個要講這麼多邊 到底是哪一個 然後最後說 我就叫他不要講 還不是沒講 所以我就講 黃國昌在笑什麼 一個主席 小草的領袖 你還不是一樣 被我拿衝鞭撤之後 要乖乖順著我規定的路走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今天滿丟臉的 你要就堅持昨天的 沒有 沒有談 黃國昌亂講 對 他不敢 黃國昌的千軍萬馬 就把柯文哲壓平了 你知道嗎 所以黃國昌是得以得笑 他是得以得笑 你知道嗎 太爽了 民眾黨以後是我得了 柯文哲你還是乖乖的聽話吧 因為這個是兩件事 一個是有關於NCC的人事 柯文哲一開始的說法 是跟總統府的說法 是一致是沒有談到人事的細節 可是黃國昌說有 就有 黃昌說沒有 就 還是要說有 就要有 對 然後柯文哲今天又改口說 一開始是有講 但是被我擋掉了 那誰說得對 主席一開始講得不對嗎 所以到底是誰在鬥誰 這是一塊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 比較嚴重的 我先請教韋航哥 然後蘇培議員 很了解這個相關的案情 等一下來補充 是這樣 他被列被告 而且是貪污自罪條例 事情是很大條 但是我們看看 柯文哲這邊 他們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這個叫做典型的微微舊照 因為你台智光扳不下去 所以藍綠都有份 扳下去 死人 所以開始拿金華城 拿北市科出來 用一個破份的戰術 把會議記錄什麼通通上網公開 我笑你 國民黨民進黨 未來如果有同樣的案子 我讀你不敢公開上網 那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台智光不用辦嗎 要嘛 那現在金華城跟北市科辦 剛好而已 哪有什麼微微就躁 好 柯文哲現在採取的戰術 我個人認為 開始越來越有許巧心的味道了 有本事去辦台智光嗎 等一下 台智光為什麼突然越上大家的眼前 是不是有一位叫陳崇文的 這樣靠著不見了 那就不是在辦嗎 不就是辦到一半嗎 辦到一半大家看還有什麼 可以一起追加 像蘇北市台北市議員 你知道嗎 講個事譜就是說 東西都被壓走了 所以他們議員問不下去 但柯文哲完全跳過這一段 有什麼事辦台智光 為什麼不去辦你統神 所以我個人認為 柯文哲到現在為止 有點六神無阻 趕快趕快看那個台智光 給我看這個 看這個我會打紅 因為他之前就說 有本事調會議紀錄 有本事調錄音帶 沒有錄音帶 什麼都沒有 游游都去看台智光 你們總沒辦法看 因為都在檢調那裡了 實際上大家現在要告什麼 能告都全部告 怕你 台智光案不就是這樣子嗎 現在台智光演的是蔣萬蘭 要去處理柯文哲之代 簽的那個價格 那個是你跟蔣萬蘭自己去面對 有本事你去告蔣萬蘭 你侮辱我 跟他公然侮辱 好 那回來北市科和進化成這兩個案子 這兩個案子 都還持續的在走 證據持續的在有 現在雖然是他之案 可是慢慢堆起來吧 柯文哲 老實說有點髮忙 他似乎認為說 錢沒有直接進來我這邊 我就不會有事 他似乎不知道 要圖利和貪污的時候 就是這一點讓我們比較訝異 他還會覺得說 我絕行章蓋下去了 那不是我決定的 這也是創下我們中華民國 不管是行政法 或是管理是什麼法 我們所有有蓋過那個小紅章 壓過日期的人 都會覺得說 原來蓋的不會有事 那太好了 原來不用蓋 不是原來可以像柯文哲這樣講 我蓋章沒在看 蓋章不是我的意見 他以為是蓋乖寶寶章 蓋的沒事 可是把法學的博士黃國昌 沒有教他說章不可樂 應該是黃國昌跟他講說蓋的沒事 不是 那時候是黃珊珊在扶手的期待 所以珊珊沒有跟阿伯強 今天黃珊珊畢怪出席 所以我必須要說 當然 剛剛那個黃國昌那個笑 他笑的是什麼 現在就是你 舊台北市政府的那群人會出事 黃珊珊陳志涵 那時候我還不是李重達 我也不在場證明 就這樣 都說可能有點 這邊會有點空這樣子 人會少一些 辦公室空間又大了一些 可能他想到 那空間怎麼利用 不用七點半來了 七點半那個傢伙 去那個特別的地方七點半 好 但回歸現在這個時間點 的確到目前為止 柯文哲還可以拖 因為他現在打的戰術 就是你們全部告 巴不得你全部去告 所有東西被檢掉 扣了之後 大家無法問證 這個議題會下下去 接下來如果司法進到什麼程度 一定還是政治迫害 就是民進到他把我抓去關 司法不攻 一定 他現在打的戰術就是 因為他手中沒 他在麥克風說明為老都 他就想到說 這台中有郭考捷 不是 不是 這件事情 其實藍綠都在盯不是嗎 都在盯 民進黨有什麼關係 全部人都在打 但是他現在就是 覺得就是 你就快遊淑慧 遊淑慧最積極最認真 可是在他們的理解 搞不好遊淑慧也變成綠的 就是所有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連起來 都連起來 連起來變成綠的 至少黃國燦解釋是這樣 因為黃三燈最近還跟民進黨開過記者會 所以原則上 藍營這一邊 大顆 特別是這兩大案 其實力道完全不會輸給綠 我認為有些力道甚至更強 因為他們掌握的資訊量也非常的多 更重要的是 李四川這個腳 不要忘了 黃三燈蔣萬安會認為我可以打得爆他 我選舉就贏他 我現在還有一個李四川 他如果要被我丟到新北區的話 擴張我蔣家軍的勢力 他會督到誰 黃國昌 就是黃國昌 所以在原本最早 北市府對北市科案 在四月初的時候 他還曾經發過一個新聞稿 招標過程並無一役 結果直到川柏出來說 有問題太低價 整個局勢就逆轉了 所以這裡面有沒有選舉操作的考量 一定有 而且是來自哪裡 當然是來自國民黨 對民進黨來說哪有差 我們就是同樣的人在這邊經營 可是對國民黨來說 如何透過打顆 隔三打牛 打到黃國昌 或是他們後續很重要的一個操作關鍵 所以黃國昌今天坐在那邊笑沒有用 蔣萬安一定會想辦法把你給拉下來 好 柯文哲今天還有另外一個解釋 因為金華城案的部分 蘇培議員非常盯金翻出來 因為內容有一點多 我簡單幫你 summary 大意就是2020年的3月17號來陳情 金華城陳情給柯文哲 柯文哲收了之後4月6號 他就內簽覺醒說 來 我們這個要送都委會去做審議 然後到了當年的10月27號 柯文哲就簽合了 因為搭著太離譜了 本來是392然後後來是560 最後變成840的容積率 柯文哲說什麼 因為都發局證實說 對 裝實就是柯文哲專簽交辦的 柯文哲說交辦跟指示要通過 這是兩回事 我是交辦給他們說 這個你要好好處理 我不是說你要處理到要讓他過 現在可以解釋到這樣 這就是瞎 超瞎 你知道嗎 我問都發局 我跟他問說 請問告訴我 柯文哲任內8年 交辦給都發局幾件案件 這很關鍵吧 對不對 你說我交辦很多件 我都沒有指示 我交辦很多件 結果你知道都發局內閣已讀不回五天 回答不出來 因為根本就沒有 就像金華城一條 只有金華城一個案件 所以你告訴我說 你從來沒有指示過都發局 去交辦什麼樣的案件 然後只有這個案件 然後都發局最重要的是 你看 3月17號陳情 3月17號陳情 4月16號 都發局很怕 為什麼很怕 因為之前郝龍斌不給560 所以他用了一個專簽 去向柯文哲問說 是真的 辦真的 不是假的 你是真的要叫我送到都發局 去重新討論嗎 市長請指示 科長 市長什麼 覺醒 就市長覺醒之後 才開始走到都委會這個程序 那種重點是 都委會的接下來的程序 就是先核定了560 但是金華城從560 還要再往上要 所以就把他交辦給 這個都發局就說 我先給你560 那你其他要的部分 8月19號金華城 送了一個計畫 草案計畫書 來給都發局 然後都發局 都看一看說 你又不是都根的地方 你又不是都根的區域 所以我就把你駁回 9月21號駁回 但有趣的是 我今天咨詢 9月1號 9月21號都發局駁回的當下 他馬上有一個內簽 馬上有一個內簽說 我幫你開個專案 專家小組會議 來討論金華城的隆基 怎麼給 都已經駁回了 駁回怎麼還有 重點是9月21號 我們就簽了一個內簽 說金華城之前送來的草案 這個隆基適用 都比照都根 不合理 不合法 因為這個地方不是都根 所以我們要重新來討論 要找專家學者 而且這些專家學者 都找都委會的委員 然後要花錢 找了6個委員 一個人2500 總共花了15000 誰的錢 公堂 市民的公堂 來幫金華城補習 把不合理的東西 要把它合法過 這件事情荒不荒唐 都在柯文哲任內 更荒唐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些專家學者 一樣都說不行 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不是都根的區域 所以完全不合理 全部都不行 全部諮詢會議的結論 全部都一樣 結果最誇張的是說 昨天我不是有公佈了一個 後來柯文哲簽合的那個東西嗎 就是說在專家學者會議之後 10月27號 全部都不行 全部都說你不是都根 所以不可以有那麼多的容積 但是柯文哲10月27號的簽合 是讓金華城準用都根條例的講義 專家不是不是 對啊 第一個是莫名其妙 像這樣子的案子 我們就直接駁回就好了 金華城自己去想辦法 都發局還私底下幫他 開了一個會議來補習 補習完之後 專家都說不行 不可以 但不可以的結果 柯文哲在專簽上面還核准了 所以代表什麼事情 連專家都說不行 都發局都說不行的時候 柯文哲居然可以完全無視法規 原知 因為黃國昌的部分 他現在你看這個表情 柯文哲一臉哭傷 可是黃國昌一臉憋笑 對不對 那是怎麼一回事 黃國昌在想什麼 我想的是新北市 那是由我們民眾黨 如果是可以叫國民黨有合作的機會 那你看我機會就來了 大家都在講 二哥幹掉大哥的機會不久了對不對 你有聞到這個氣氛嗎 在新北市 新北沒有 但是看他們兩個互動很明顯 很明顯怎麼樣 對 為什麼 我剛剛舉剛剛大家在罵學老師 對不對 我是不是一定要幫他講話 對不對 我們同黨的 然後當然我也是相信他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基本的同志情人 講述心裡話 我還是相信他 你排名往後了 基本輕易 民眾黨就兩大支柱 一個柯文哲 一個黃國昌 柯文哲出事的時候 黃國昌好像跟他沒關係一樣 黃國昌被罵的時候 柯文哲也不想要幫他說話 就像NCC NCC那個事情 黃國昌說什麼 蔡英文在喬 兩個國民黨 一個民進黨 一個民眾黨 坦白說我是不太相信 蔡英文應該是沒有對我們那麼好 我是不相信這件事情 但是黃國昌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柯文哲也是說沒這件事 一開始 他昨天一開始是否認的 他說沒這件事就是在打臉黃國昌 亂爆料對不對 他可以不要講話 他為什麼要講那麼斬丁前 就是不想讓你黃國昌隨便出風頭 同樣道理 柯文哲現在陷入這個風暴裡面 黃國昌如果以他那麼會閱讀資料 那麼會吼叫 那麼會製造議題 其實他有很多方式可以幫助柯文哲 你的耳膜有沒有在旁邊被震破 我離他比較遠一點 因為我是海警第三排 但是那個立體聲還是滿明顯的 所以他那天叫我是 會有echo嗎 對 所以我覺得當然就是他們兩個彼此之間 真的有些問題 所以黃國昌是有做大 接下來就看柯文哲他 他能不能釋懷 因為他現在應該是有一點空虛舉摸 覺得冷 覺得冷 但是如果說習慣了應該就好 因為這個狀況 但我要補充請教你一個問題 來自立法院的疑問 因為沈柏陽委員他就提了一個說 好啦 你們國民黨那麼愛去中國沒關係 那我們是不是來規範一個管理辦法 那就是去的話 你先取得許可 然後去見什麼人 你起碼讓我們知道一下 要一個報備的這樣的一個形式 結果藍白聯手 但是主要提案人是誰 是黃國昌 然後這個你覺得納管有什麼不可 你們為什麼要聯手 把這個案子封殺呢 那個當時這個在程序委員會 把他擋下來 理由是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民意機關 我們要去對岸 我們要去哪裡 必須要跟行政機關報備 當時國民黨是認為說 這有沒有行政權侵犯到立法權 所以就把他擋下來 那今天 其實坦白說今天這個事情有點突然 因為那個時候 忽然間民眾黨一個提案 然後就開始忽然間表決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後來原來是要表決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我是在現場 可是很多人是不在 我們覺得這個立法委員好像 那薪水領的都是 我是有在想 因為有時候那個 議事人員念念 也不知道在念什麼 就是念念 通常都是主席要講說 現在要表決 他才會去聽說 發生是要表決什麼議案 然後後來就是 確實是要表決這個 民眾黨提的黃國昌這東西 後來我們也是都是有支持黃國昌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提這個 可是至少就是我們那時候 在程序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的立場是覺得說 他肖想跟你們輸成之後 你們就比較多 可以通融他的地方 未來合作空間大 新北市就有 你們現在新北市要禮讓了 對啊 沒有禮讓 可是禮拜三 侯而宜的人那邊有在放話 不排除 現在已經到不排除了 因為上個禮拜說要選主席 沒人理他們 因為我覺得這是國會的合作 九合一是不太可能合作 可是我覺得政黨合作這件事情 當然各個政黨都有可能 但是你合作的基礎叫做法案 哪有說現在都是藍白合作 然後不管內容是什麼 反正我就是要藍白合作 你立法委員本來就會碰到 機敏資料 因為你們會開秘密會議 如果你們這些人 要到對岸去交流 去訪問 然後身上有這些 機敏資料的人 你報備一下子會怎樣 又沒有限制你出處 怕什麼怕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黃國昌會提這個案子 把什麼樣的案子擋掉 這個我覺得就沒有 就沒辦法讓人接受 對 立法委員的機敏等級 會比我們退伍軍人來得低嗎 不會 因為他們都公平 你們不是要報備嗎 我們終身都要報備 你只要去中國 終身喔 不是說幾年內 沒有 將軍你要出 一定要跟退伍會要報備 一定要報備 他會準 可是一定要報備 不能這樣子眼中只有政治 而不管內涵 現在黃國昌看起來 就是只要是政治 我只要跟民進黨作對 我可能就可以在藍白這一塊 獲得一些我個人政治利益上面 好處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會讓人瞧不起 不行 智琳我要問你一件事情 因為黃國昌竟然講說 他是什麼 台版木村拓哉 對 今天居然有一個人 真的把木村拓哉的五官 放在他的照片上 合在一起喔 有一個對象 來 我們讓薇航哥來展示 在我們這一邊 黃國昌的社團 這有點舊文 因為過去他的直播比較沒人看 四年前直播最近被人挖出來 有一段 他說他在日本留學的時候 大家都說他像木村拓哉 這一段過去因為沒人看 所以沒出事 今天就被挖出來鞭屍了 那當然他到底行為 到底有沒有像木村拓哉 還是外表像木村拓哉 他自己要省油是他家的事情 這是他的自由 不過我必須還是要拉回 今天的這個情形 他為什麼要故意去弄審佩陽 你就讓他過得會怎樣 也不會怎麼樣 也要讀 進委員會討論而已 現在才一讀 一讀都不給 這個都還很遠 你為什麼要做實質審查 你為什麼要把他打會 其實他就是故意要衝民進黨 來 時空倒流 前幾天發生什麼事 柯文哲講 不必團進團隊 有啦 意思 如果不投國民黨 那是不是要去投民進黨 黃國昌就不要不要的 他就立刻放什麼 NCC審查立刻說 他就倒回3月底的那個 柯蔡衛的時候 NCC的時候有21事件 他就故意要迫逼柯文哲說 那個時候蔡英文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黃國昌的想法很清楚了 他就是要在綠白之間 充分做個到底 讓柯文哲沒有第二條路可以選 必須占到底 那現在就考驗柯文哲了 你是要讓你家的木村拓哉 繼續鬧嗎 還是你要大義滅親 把他給鬥了 我跟你講 真的木村拓哉的粉絲會生氣 我們叫他大春拓哉好不好 鬥陶哉 木村拓哉不排除提告 嚴重侵害我的名譽 對不對 人性是這個樣子 你如果講到我什麼 但是你錯了 通常正常一般人 是不是會反擊 晃哥會不會 會 講到你什麼 一定是反擊的 我不會接受這樣的污蔑 但是我們要來看一件事情 在徐曉青大姑射炸的 整個風暴當中 徐曉青 她的大姑有射炸 她的婆婆是有射銜操帶 她有說明 但是她說明的時候 都是滿平淡的 強力反擊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記不記得 苗博雅說她身上穿的是 LV洋裝的時候 有沒有激動 那個不是LV 你看這個是 與美人給我的對話的內容 你要給我道歉 我還要提告 再來看一個人 徐曉青的老公劉彥禮 當溫朗東被徐曉青提到說 你是個逃兵 朗東她就反問劉彥禮說 好 你有沒有相關的事情 劉彥禮拿出來 她的醫師診斷的證明 然後掀開她的褲管 給你看她那個是怎麼流 血管流 血管流 然後強力的來做反擊 但是 但是就是 徐曉青她現在到底 涉入的程度如何 她已經開始思考了 如果是要退出政壇的話 那我要怎麼退場 開公關公司可不可以 然後劉彥禮的部分 她是被四叉貓挖出來說 是當朱立倫的 養豬小組的王軍 劉彥禮人呢 我不回應 很多事情你去想一想 最根本的人性反應 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鎖定星團加油 我們再會